越来越多艺文人士和年轻人加入两岸三地捍卫民主的行列 台湾青年艺术家刘宗荣日前在纽约法拉盛台湾分馆 和大家分享了她在太阳花学运期间的创作和心得 展现台湾守护民主的决心 短短24天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告一段落 在青年占领立法院议场期间 许多的设计艺术家也用涂鸦、海报、摄影 以及歌曲等形式的创作占领了街道 刘宗荣这次受邀来到纽约带来了她的作品 同时也希望把艺术带到街头的想法和经验与大家分享 那我来分享其实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他去用他自己的能力他所能的 去让更多人去关心这些事关心这社会 刘宗荣这次展出的两件作品 照耀黑暗里的太阳花代表了人们的希望和阳光 照亮福茂协议的不民主黑箱作业 而温柔与坚定则是向张森文先生致意的作品 他致力于反对苗栗大浦的土地征收案 却不幸于去年过世 新唐人记者江梅纽约报道 中文人记者江坦文中文人农的未经验